台湾的总统参选人选前必定会访问欧美、日本等国 这些都是台湾重要的对外关系 尤其跟中国有历史情仇的日本 蔡英文赴日访问 更显示绿营对台日关系的重视 而比起国民党 日本人反而比较喜欢跟民进党打交道 特别是在日本人的眼中 马总统保调的角色 常被认为是仇日的表现 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离总统大选只剩一百零几天 蔡英文却选择暂时放下国内如火如荼的选战 飞到日本进行三天旋风式访问 到底为什么 现在选举应该是破百了 就是不到一百天 联考破百的时候都是关在家拼命念书 那蔡主席还跑到日本那边去 那我觉得对日本人来讲 他应该是会感觉到就是说 在这个选举这么重要的时候 还要特别来到日本 绝对不是说跑到日本这边来要求选票 因为日本人不可能投票 而是表示他对日本关系的一个重视 选前访日 绿营对台日关系的重视可见一般 其实日本人也和绿营比较友好 照片里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 多次受邀登上日本自卫队军舰参与演习 像台独而流亡日本三十几年期间 黄昭堂等独派人士和日本人建立的好交情 日本人对现在对民进党还是都有很高的 航来 所以这个刹主席去 我看日本的光风也好 民间也好 对刹主席一定有很好的台独 最近日本人是对这关 马政府比较轻重 有点有效的反对 在陈水扁快要卸任的时候 他提到那个时候的台日关系是 断交之后最好的时候 那么那个维基姐妹也提到 就是池田维他跟这个杨苏帝在谈到 池田维就提到说 他个人比较期望 反而是这个民进党能够连任 而不太乐见马上能够当选 马总统过去在台北市长任内 也曾经多次访日 不过保调的立场被日本视为仇日派 加上执政之后 亲中的表现也让日本有所顾忌 也因此造就日本政坛 面对在野的民进党时 反而比较能够敞开心胸 民視新闻主角谢正林 台北报道